台中市警一分局寄中派出所113年4月19日17时许 巡左陈重宝,警员陈正伟之行巡逻勤务时 眼间发现一台伸脏电动车卡在车流中进退两栏 危险万分,两名原警立即上前协助,成功化解一场危机 警方表示,当19日下午 一名富人骑乘伸脏电动车行进台湾大道与自由路口时 突然车子电池没电,就直接卡在车水马龙的车阵中 仲慈周五下班的尖峰时段,自由路上路上车水马龙 49年赤雷幸福人行动不便 试图用随身的拐杖以推车的方式让自己脱困 当下情况显向还生,十分惊险 幸好两名原警眼间发现,立即上前结尾 成员现场协助交通疏导 沉寻左则将雷女的车上电动车推至路边 避免用路人发生危害 经了解身上电动车未要卡在车阵中的原因后 成员协助更换电动车电池 雷尼表示,当时路上车辆真的很多 卡在路中间让他求助无门 索性原警及时伸出援手相助 成功化解一场危机 什么话 好,谢谢您 我刚才 刚才我要忘了拿铁锁 跑回去拿铁锁 忘了拿铁锁 跑回去拿铁锁 然后 然后 对吗 好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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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